雷姆手即将迎来新的调整 这次改动基本上全是加强 同时也是3.5大版本 建模凯影出来之前 3.4的最后一次改动了 先说四位 英雄加强 第一位阿卡丽 大概前期每秒回复增加1.5滴血 后期每秒增加2滴血 加强的确实是蚊子腿 但如果咱们换一种角度想 一分钟就多回复了90滴血 两分钟等于多了一个治疗 兄弟们这样算起来 十分钟能多回复多少血 接着加强第二位是艾克 准确来说是调整 因为Q技能对野怪的额外伤害 直接取消了 但大招伤害加强 这波是打野艾克很难受 因为刷野速度慢就意味着 经济变少 节奏变慢 发力气会延后 艾克仍然能打野 只是强度往下掉很多 但中单艾克强度不错 可以考虑中单 第三位是石头人 被动技能简单来说 就是5级之前的对线 被小砍了一下 但5级之后冷却缩短 就能吃到加强的好处了 并且大乱动的石头人 会更舒服一点 还有这个Q技能 印度飞饼飞得更快了 总体就是 只打一波流的石头人 被小砍了 但石头人打消耗 打拉扯的能力 提高了很多 接着第四位是猫猫 Ead主动回复量 加强了5点 这个能回复4次 所以总治疗量 是加强了20点 首要加强了前期的对线 前期每次多买20血 还是有帮助的 后期如果附魔的是 会有灵阵 就能多买50血左右 即使是装备加强 飓风的分裂剑 加强了15%的攻击力 加强了金克斯卡莎 这样的英雄 出分裂剑的强度 因为分裂剑可以暴击 以后暴击的分裂剑 比正常平A 还要高很多伤害 后面版本 撼出示很多AD的分裂剑出装 然后水银是再加强 无法阻挡状态 增加为0.75秒 水银仍然是不能解除击飞的 但这个无法阻挡状态 可以无视击飞 理解为奥拉夫大招 然后防御塔机制调整 45秒内连续推两座塔 下一个塔 会成为小金塔 获得伤害减免 这个伤害减免就被削弱了 全都是想让手游的节奏 加快一丢丢 所以咱们以后的中期 是不能被团灭的 被抓住一波机会 可能直接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即便是优势 也千万不要在高地上乱晃 至此改动 按惯例应该是下周四 或者周五更新 但下周五早上就要出狼人了 所以预计是周四 也就是11月3号更新 OK我系尖猪 关注我 每个版本都不会掉队